为什么我们也遇海的这个小火车叫世界第一高铁呢 它是因为它是继我们六盘水市北韩江大桥 还有边陀博物馆之后第三个获得吉尼斯纪录的 它的波度有6%然后波长是720米 波度就从最底端到最高层 它是三层螺旋结构的 它有高度差是47米 它有220米的隧道 并且它也获得了世界的金丝认证 第四届的第一高铁的美称 我们看周边的环境太美了 因为下过雨 一雾缭绕绕 像仙境一样 缓慢的向上爬坡 像个大青虫 很可爱的卡通的大青虫一样 我们现在去乘搭观光小火车去爬楼了 爬楼小火车 在网上买票的大概是单程是75 往返的话是120米 售票处的电视上放着宣传片 看景色还是挺漂亮的 值得期待 值得去体验一下 好我们拿到票了 准备乘车 这是他们的侯机亭 还有VIP 休息室 适合完善 经过一个电梯上去 然后是一个长床的走王 外面下着雨 在三人里漫步也是挺惬意的 从这儿到我们的购票处 大概在湾里左右的距离 经过十多分钟 我们终于到达乘车处了 这还有一个火车 现在没有开始运营 一个古香古色的 有点类似于云南建水 小火车 再往前走 弯弯曲曲 找乘车的地方 外面下着大雨 但是风光非常漂亮 你好 你能做完一个车厢 还有那个吗 随便一个都可以吧 随便可以的 好 你快做完一个 行 这个风调你明天要不要打开 空调啊 不用吧 出风打开吧 对 我们就是开关 这个模式就是冷过 这种风等下你们自己打开 对对对 好 风烟非常好 比较热情 第一次做小火车的咖啡 对 肯定 好 已经启动了 外面下着雨 有点朦朦朦朦朦的感觉 远处有一盘红房子 不知道是哪一个村庄 因为下雨啊 窗户上 把他擦干净 哇 看看下边 零雾雕楼 下雨突然无人机等会儿 飞起来 应该是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看看等下试一下 取行以后飞一下 这边是一个屋楼座站 也就是安静过来的 这个其中红色的外墙 非常特色 车县里面放起了熟悉的旅途的乐曲 很有感觉 现在开始爬那个三层的螺旋转楼梯了 挺有意思的 前面有个隧道 这个车一会过去呢 会进入隧道 像过山车 但是很慢 远山如带呀 进站了 进站了 有点短 嗯 这个沿途的风光 还今天还是好 这个就峡谷 那已经 过来要进站了 嗯 体验感不是那种非常强 好 到站了 我要到站了 进站了 现在我们的鞋身故事 我们的车 我们的手机传来 感谢王子 您会支持 谢谢 各位每个 刚刚火车之旅 在这里结束了 国家最零号研究出口 路上了以后呢 有一个休息区 可以吃东西 嗯 还有小火锅 嗯 环境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这个80块钱的 单程120的往返的名票 其实这个火车来讲的话 我觉得价格还稍微有点贵 当然 如果你们想要体验这样的话 你们就过来看一下 性价比我觉得相对低一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体验完小火车 我们现在放无人机 从空中俯瞰一下 这条小轨道 前面有一个生态水层 中国凉都 因为水层呢 夏季的平均气温 不会超过20度 所以说呢 被称为凉都 好 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 被称为世界第一高桥的 螺旋盘升跨座式戴鬼桥 他还会被称为世界第一高桥的 爱 一发最小 一发最小 你个亲爱的力量 离开野岳海 继续我们的 一千零九度 国家级传统策略探访之旅 接下来将会发生 怎样的故事呢 敬请期待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